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说 某城里有一个官 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 常到她那里 说 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伸冤 她多日不准 后来心里说 我虽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她伸冤吧 免得她常来缠磨我 主说 你们听这不义直观 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她 她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 然而 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耶稣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 设一个比喻 说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瑞利 法利赛人站着 自言自语地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 不义 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 必降为卑 自卑的 必升为高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 要他摸他们 门徒看见 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 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有一个观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 我该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借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 这一切 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听见了 就说 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就甚忧愁 因为他很富足 耶稣看见他 就说 哎 有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呢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 还容易呢 听见的人说 这样 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却能 彼得说 看啊 我们已经 天下自己 所有的 跟从你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 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 弟兄 父母 儿女 没有在今世 不得百倍 在来世 是不得永生的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 对他们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凌辱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 并要鞭打他 杀害他 第三日 他要复活 这些事 门徒一样也不懂得 意思乃是隐藏的 他们不晓得 所说的是什么 耶稣将进 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 坐在路旁讨饭 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是什么事 他们告诉他 是拿撒勒人 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在前头走的人 就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 吩咐把他领过来 到了跟前 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救了你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与神 众人看见这事 也赞美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